寒冬中泡在暖呼呼的溫泉池裡 真是一大享受 行政院宣布秋冬有補助方案 延長到明年1月底 但贈送的溫泉券 期限直到1月23號 泡湯的這個部分 會去當然你就說越長越好嗎 我覺得還好吧 可能各有規定 林佳龍5號在臉書宣布 國旅補貼和夜市券使用 同步延長到明年1月底 但搭配秋冬旅遊補助的 溫泉補貼卻沒有宣布延長 溫泉補貼原定到1月23號 等於有8天 民眾使用秋冬有補助 卻無法得到溫泉補貼 就算效期延長到1月底 但是1月底當天入住的民眾 也會來不及使用溫泉券 有我們的住宿優惠的順延到1月底 住宿憑證的部分他是履宿的部分 他是沒有辦法 過年期間他是沒有辦法提供優惠 不只如此 就連秋冬有補助方案也有限制 像是1月23號到29號 7天年假完全不能使用 連加錢也不行 但溫泉券如果延長到1月底卻可以 最後一天入住也不能用 不過如果沒有延長 將有8天的空窗期 大選接近 政府不斷釋放利多 原定好的補助計劃一一延長 讓業者民眾看不懂 年假期間不同調也亂了套 記者盧翼紅 王一仲 台北報導